香港演艺圈龙头公司艺能集团 10月30日在香港举行成立30周年晚宴 上百名香港娱乐圈名人引邀出席 而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 温碧霞、陈百祥、王金、刘伟强、红金豹、李克勤、孙楠、杜德伟、谢天华、袁华等等 天王刘德华更加以压轴嘉宾身份到场 不过他让媒体拍照完毕后就匆匆入场 没有接受任何采访 而属于艺能集团股东的校长谭永林 和他领军的老牌乐队温拿乐队 全部成员也盛装出席 温拿乐队成立至今42年 明年春节期间将会在宏馆举行成立43周年演唱会 不过近日却有传言爆出 温拿有成员提议 做完演唱会后解散 以后不再合作 对此我们立即向当事人求证 当然不会要温拿解散 我们是最反对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唱了八十年 所以我是一听到就很不开心 但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想法 要是温拿在其中一的队员会有这个想法 然后我们也不会一起来演出 对不对 对 据说提出结散的成员是彭建兴 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提议 是因为跟他生活多年的爱劝OK在月前离世 让他对人生有了另一层的认知 加上温拿成员年纪越来越大 有没有足够的心力应付演唱会是一个问题 而成员间年龄大了 也想大家可以留多一点时间放在家人身上 每一个人理由貌似也挺充分 不过因为这个提议提出之后 彭建兴几乎被所有人都狠批了一顿 因此到现在彭建兴吓得都不敢认 想过而已 提又没提 那就 就想一下已经被人骂了 那我都不知道怎么算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温拿应该是唱到唱不动也不会解散的了 所以明年的演唱会也绝对不是温拿解散的演唱会 因为大家几十年的关系太铁了 说什么解散只会让人误解 对于解散二字 逼哥哥表示自己想都不敢想 我每次想到要 如果用这个题目来做演唱会的话呢 我就觉得每次想到都很难过 而且反正我也没有讲话的权利 因为全部都要一直通过嘛 而且我最小嘛 所以人家怎么走 我就一定是团队精神 但是还是 虽然还没有结论 还没有决定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